那究竟在這麼多參賽者裡面 怎麼才能令自己脫穎而出 令評判選擇你做練習生呢? 大家好 我是Mira 相信看了這段影片的朋友 應該大部份都是希望可以在韓國做到練習生 繼而成功出道做偶像歌手 途中需要過五關斬六象 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合格通過成為練習生的門檻 所以每一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經紀公司都會分別去舉行海外選筆 那究竟在這麼多參賽者裡面 怎麼才能令自己脫穎而出 令評判選擇你做練習生呢? 所以這次準備了一些機會 可以讓各位有興趣在韓國做練習生的朋友 去得知自己有什麼做得好 有什麼做得不好 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從而令到你可以提高你成為練習生的機會 我在韓國認識一位歌手 就叫做A.G. Sonnen 他本身除了一位歌手之外 還有一位唱歌老師 他的背景很厲害 最近在韓國非常紅的一個節目 叫做Produce 101 他裡面是擔當導師 負責訓練 這麼多練習生的歌唱技巧 除此之外 他還是BTS的唱歌老師 所以BTS也是他訓練出來的 所以這次就有一個機會 接受桑林老師的評價和指導 其實這個機會真的非常難得 有幾乎你會接觸到韓國演藝圈的一個歌唱老師 然後他真的訓練過大大小小不同的歌手 然後可以親自去聽到他評價自己是一件非常非常難得的事 所以有興趣的各位朋友們 把自己唱歌的畫面錄下 傳到我的email 然後就會抽出幾位朋友 給桑林老師作出這個評價 所以有興趣的各位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那記得一定要看對你們的樣子 然後你可以唱中文歌、英文歌、韓文歌都沒問題 但是我個人來說 覺得韓文和英文歌 對老師來說會比較容易去作出評解 因為他不懂中文 有半咒、沒有半咒的都各一首 至於跳舞的畫面 可有可無的 因為桑林老師是唱歌老師 他不是跳舞那邊的 所以跳舞的畫面 就不一定要的 但是如果你想讓他看也是沒問題的 真的有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去參加 那截止時間會是5月2號 所以大家記得在5月2號前 將大家唱歌的畫面 傳到這個email 看看有多少人參加 那我也希望盡量可以 為大家評價得越多越好 所以大家快點傳email過來 那今天這個公告就到此為止 或者如果你們對於成為練習生 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可以在這段影片的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有機會的話 都問一下桑林老師 看看會不會解答到大家 那好啦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幫我給支持我 記得followIG和Facebook 就要知道我最新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和按鈕鈕 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有興趣的大家 記得不要錯過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按燈